又要大学学历了 又要能轮班了 又要会英文或是会日文了 结果呢一个月还没有两万二 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想说 我不如去这个评价的日本服装连锁品牌 去应征这个店长的职务好了 其实他之前征求五百名的员工 其实他只有一成的录取率 大家还是冲上去要报名 为什么 你万一真的给你做到店长的话呢 薪水光是保障的底薪就七万四了 当然相当吸引人 不过呢当然你除了会卖衣服 还有很多的其他杂七杂八的绝活都要很厉害 店员们笑容可居 九十度鞠躬更是少不了 评价服装日前释放五百名职缺 虽然只有一成录取率 依旧吸引不少新鲜人前来面试 你好 学历的面试电号是 面试的人各个神情紧张 眼看评价服饰分店 一间接着一间开 总是看得到满满人潮 就属这个保障底薪 七万四千元的店长职缺最吸睛 算算薪水加上每年两次的红利 年薪百万不是问题 只是要当上店长也不容易 不管是七秒折衣术 或是一天折至少五千件衣服 也是小case 还得修改至少五十件衣服 拥有量力外表 加上干练头脑 美女店长人气超高 但其实想当店长 最快也得经过半年时间 除了得控管业绩成本 经营一把兆之外 还得参加每个月的本级考试 就连经营理念都得背得滚瓜烂熟 堪称是十八般无异样样精通 看来要当评价服饰的议员 还真的是不简单 中文新闻林东明罗德军台北参谱到